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与Facebook合作 希望可以透过出柜伙伴相谈室 在同志或多元议题上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志过后更明显啦 就是蛮多企业其实在就是同志议题上面 或是在多元的议题上面 其实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到同志的议题这样子 他们觉得比起直接捐钱 应该还有更有意义跟更实际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比如说 就认识聊天机器人的厂商 就他们有这个技术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就是行销上的支援 因为脸书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的平坦 所以他们有这些 那他们觉得发挥这些的效用 比直接捐钱还要来的有意义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 就是很多年的就是咨询电话的这个经验 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怎么把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后来才觉得那可以从聊天机器人这边试试看 这样子对 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希望可以结合科技 接触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高中时开始认知到性别认同的阿宝 知道自己喜欢的是男生 他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找寻自我的价值 但他又害怕受到社会异样的眼光 于是他跑去玩了热线新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他选择和里面的小民对话 表明自己身为同志的身份 并正在考虑和父母或是主要照顾者出柜 机器人在和阿宝对话的过程中 给予心灵鸡汤的鼓励 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以及可以求助的办法及管道 虽然对阿宝来说 身为同志族群 仍有许多困难带克服 但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让他找到一个能更加认识自我 但又能保有个人隐私的新管道 让他可以在理清自己的状态后 去寻求适当的帮助 当我最后的帮助 我最后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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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后的帮助